大家好,我是东来,我现在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 夏河县因为境内有一条大夏河而得名 县城一河而建,全县总面积6274平方千米 总人口8.98万人 夏河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北部 境内有甘南州的夏河机场 交通十分的便利 2020年8月入选2020中国最具民族风情百家县市 如果来甘南州旅游,夏河县是一个必到的县城 这里有非常出名的山科草原以及拉伯仁市 山科草原距离县城10公里 每年的7月到9月搭起帐包 夏天的时候到山科草原旅游可以感受藏族风情 骑马,住帐篷,体验穆加勒 县城的旁边就是拉伯仁市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道就是通往拉伯仁市的街道 拉伯仁市是世界佛学最高学府 1982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保留有全国最好的藏传佛教教学体系 整个寺院坐北向南 占地面积86.6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 电宇有90多座 所以到甘南州到夏河县旅游 拉伯仁市是必游之地 前面我们看到的终点就是拉伯仁市的范围 这里是不通车的 现在我们走的这个街道是夏河县最繁华的地段 叫做扎西奇街 拉伯仁市又称为扎西奇市 仿佛这里的一切都与拉伯仁市有关 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人神共居的地方 来夏河县旅游可以选择自驾 飞机以及汽车 其中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坐飞机过来 西安 成都等大城市都有前往夏河县的夏河机场的航班 如果是自驾过来可以选择316国道 316国道也是目前夏河县境内的主要交通道路 沿途都是美丽的风景 而且道路是重新翻修过的 路况非常的好 由于每年的6月份到9月份这里是旅游旺季 来的游客比较多 所以呢这边的酒店价格是普遍比较贵的 吃饭方面这边一个普通的牛肉拉面也要20元左右 两三人的火锅也在300元左右 由于这里比较偏远又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所以呢价格贵一点就在所难免 由于现在是夏河县的旅游淡季 所以呢我们在街上几乎是看不到外地的车辆 整个夏河县的停车位也是比较紧张的 在旅游旺季的时候停车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由于这两天北方一直在刮沙尘暴 所以呢夏河县的天气也受到了影响 画面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藏区的天现在也不是那么的蓝 而夏河县也正好处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接地带 通过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夏河县的街道是十分的干净整洁 夏河县这边的藏族呢属于是安多藏 安多藏与卫藏康帕藏并称为三大藏族 另外还有家荣藏白马藏称为武藏 夏河县的县城是沿着河水边的低谷而建 县城呈狭长状面积并不大 所以啊来这里既可以感受到荣誉的藏族文化 又可以感受临近的小城之美 好走遍全国 我是东来 我们下期再见